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今天是核一厂一号机建满使用年限除疫的日子 不过燃料棒还在反应炉当中没有移出 而核废料的储存申请证明都也没有下文 为此事议员郑宇恩也指出 呼吁新北市政府不应该只喊出口号 要重视北海岸居民的居家安全 尽快让核电厂顺利提满除疫 今天12月5号是核一厂一号机罚定除疫的日子 不过今天核一厂一号机的燃料棒还在燃料炉中迟迟没有移出 核废料储存的水保以及环瓶都迟迟没有下文 为此淡水巴黎三支石门的事议员郑宇恩指出 核灾先到还是明天先到没有人可以知道 因此也呼吁新北市府不应该只喊出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的口号 应该要重视北海岸居民的居家安全 尽快让核电厂起满顺利除疫 法定我们是在今天12月5号核一厂的一号机 要来做除疫的动作 但是现在整个新北市政府 它没有核发水土保持证明 那再加上政府台电的核电厂的除疫环瓶还没有通过 所以导致这个整个除疫的过程呢 它已经要延宕了 那再加上共同的结果 新北市乃至于全国的民众认为 2025非核家园这件事情已经遭到了否定 那所以说呢我个人是认为说 非核家园是这个核安唯一的一条路 因为虽然市长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但是其实这个这一句话 反面解释就是有核电就有核安 可是全世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核安 因为天灾跟明天哪一个先到 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测 市议员郑元提到全世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核安 因为天灾谁也不能预测预防 核一厂一号机的除疫延宕是事实 而公投的结果2025非核家园遭到否定 但考量到北海岸居民的住家环境安全 还是主张新北市府应该要尽快让核一厂顺利除疫 因为今天除疫的过程 即便新北市政府不核发这个水土保持证明 但是所有的燃料棒核废料都还是在核电厂里面 它早一天进行除疫的过程 我们就早一天进到非核家园 所以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确实的来帮助台电来审查 这样子的水土保持证明 让除疫的过程赶快开始 让新北市民有一个干净没有风险的这个居住环境 无论公投结果如何 为了居民干净的生活空间 郑元依旧是呼吁市府应该要早些核发水土保持证明 让除疫的程序尽快来开始 让高阶核废料移出 也让北海岸的居民有个安心安全的住家环境 记者料品看师们采访报道